这些领袖们 然后我们看见这些领袖做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 就在经文第四节到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 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江窄的群羊 买他们宰了他们 以自己为无罪 卖他们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我成为父族 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 第四节是讲撒加利亚的时候 神要撒加利亚牧养当时候的羊群 但是当时候的领袖们撒加利亚 他们其实不爱他们的羊群 那么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也是 领袖们不爱老百姓 那么以自己以为无罪 然后卖他们的说 就是这些领袖们出卖了以色列 耶和华是应当赠颂的 那么表面上好像还很爱上帝 因为我成了父族 此地上他们撈了很多本钱 让自己父族 牧养他们并不怜悯他们 所以耶稣说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看到老百姓的时候 他们如同羊 那么走迷了路 那么所以主就动了怜悯的心 这段经文是细细相关的 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 百姓们在属灵上完全呢 因为领袖们的管理不好 带领不好 结果他们流离四所 那么就应用在耶稣那个时代 那么然后呢 我们到这里预言到呢 一个月之内 我要灭三个牧人 那么这里的牧人不是说 那个牧羊人 那么或许呢 是这个 我们想象中的牧师传道不是 这里所使的牧人呢 也就是指领袖 那么神就把那时候的三种的领袖呢 那么就击打他们 那么这三种的领袖呢 也就是呢 这个祭司 文士跟战老们 就是这三种的领袖呢 那么到最后 我们知道神会把他们挪开 那么 怎么挪开法呢 在后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神怎么样把他们废去 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跟十七节 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会看顾将往的人 不寻找分散的 不抑制受伤的 也不牧羊强壮的 这要是肥羊的肉 撕裂他的皮子 无用的牧人 丢去羊群有祸了 刀必淋到他的宝贝和右眼上 他的宝贝必全然骨干 他的右眼也必昏暗示明 好 这边呢 说神必兴起另外一个牧人 我刚才说过了 这里所说的牧人 是指着 那一代一代有的不同的领袖 那么这个牧人呢 按预言来看 后来也就是提多将军 因为提多将军打进了耶路撒冷 那我们知道呢 无论长老 祭司 这个文士呢 他们这个制度全部呢 一概被毁掉了 整个以色列的王国 那么所以圣经这里说 那个结局呢 他们的结局呢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我们从这里呢 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功课 因为毕竟呢 撒加利亚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跟我们很遥远 耶稣时代所发生的 跟我们比较洁净 但是耶稣时代跟我们洁净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处境化 今天我们从 那时候 整个的 以色列的国里面 人们在流离四所的时候 那么怎么样的 让我们去学习一些 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功课 那我就分成两大方面呢 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呢 就是提防被误导 因为牧人这两个制限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 这些领袖们 这个扭曲了他们的思想 歪去了他们的方向 那么结果呢 他们迷失了 他们迷失是因为 整个大环境使他们迷失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有同样的这个大环境 这个大环境呢 我们知道 可以指着 我们在社会里面 种种不同的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冲击 就雷同的 好像当年的 这个以色列人 流离四所的大环境一样 那我们怎么在里面去生存 那么首先 第一番被误导呢 我们知道 第一呢 我们今天也被 世界上的潮流 种种的思想呢 把我们的这个思想呢 误导掉了 使我们也流离四所 那么 上帝观的这个 误导呢 我今天就提 一样 一样 因为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神的认识呢 往往呢会被 世界的思想 甚至我们基督徒 有一种假想 那么被扭曲了 我们来看看 这个 这方面的扭曲 作为一个历史 让我们去学习 那么 第一呢 以敬虔的包装 掌控神 就是文士 长老 祭师 他们很虔诚 他们 还歌颂耶和的名 说 感谢主 我很成功 百姓们在我管底下 百姓们苦得不得了 但是呢 我却从中间发达了 所以呢 有一种敬虔的包装 好像他们是祭师 好像他们是文士 好像是他们是以色的这个长老 但是呢 他们所做的 是用敬虔的包装 来掌控神 实际上呢 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敬虔 而是呢 为自己 自己变成神了 所以呢 就是我叫做包装 来掌控神 那这个就是 我们对神的观念的这个扭曲 因为这个扭曲的话呢 我们就带来 我们生命里面呢 这种被误导 我们常常也可能会变成 落尽呢 最准的可能性 那么反过来呢 我们应该相反的 我们 我们的敬虔 应该是让神掌控 我们的这个敬虔 敬虔 是一个外面的包装 但是呢 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话呢 差一条线而已 看你怎么样来 从什么作为出发点 那么如果是包装 那么想控制上帝的话呢 那么我们结局呢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些可恶的领导者 但转过来呢 如果我们让神掌控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敬虔 那么就是一个好的敬虔 那么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更新 我们所要追求的建造 我们生命里面 那么真是内在的一种敬虔 那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用一个故事 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什么叫做 以敬虔包装来掌控神 犯成了烂神掌控我们 而活出我们的敬虔 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炫耀寺 这个故事呢 那么最出名的名称呢 就是叫做黄泥炫耀寺 那么叫pineapple missionaries 那么如果你上谷歌剧 你想完全了解整套故事的话呢 挺好看的这个故事 叫做黄泥的炫耀寺 那么这个故事呢 其实这一次我到中国去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中国比较不用黄泥这个字 所以今天有四个中国朋友在这里 我先讲一讲他们这个水果叫什么 他们叫菠萝 所以是菠萝的炫耀寺 我立刻看他们笑了 他们懂我就讲什么了 因为黄泥呢 比较是我们南洋热带的水果 所以中国呢 比较少这个黄泥 那么也是很贵 那么这个炫耀寺呢 它是谁呢 我先给大家看 它现在已经年老了 以前是比较好看 那么现在年老了 那么是一个很成功的炫耀寺 它名字叫autoconing 那么这个炫耀寺 它的故事呢 其实很激励人的 那么它是一个医生 那么就跟它的太太呢 到了这个新基内亚 那么台湾人叫巴牛 所以我现在跑了世界不同地方了 每个人呢 就叫国家的名字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autoconing呢 医生夫妇呢 就到了巴牛 就是新基内亚呢 到那里呢 去做那个炫耀寺 其实今天吃老夜 有很多人也到新基内亚 去牧山那边 不过不是做炫耀寺 去砍牧 那么所以这个跟奥托不太一样 奥托呢 就到这个巴牛 去做宣教的时候 里面有很多很多民族 那么有六百多个民族 全世界一个岛域里面呢 有这个最多民族的 也就是巴牛了 那么所以奥托呢 就到其中一个民族里面 去传福音 那么他到这个地方 不久之后呢 发现这个民族是最会说谎的一个民族 不知道是不是全是第一名的 就是很会欺骗 还有呢 很会偷东西 他们偷东西是他们的一部分的 就是 就是 你的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就是所有东西 他觉得都是他的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民族呢 是这样的文化 所以他进到这个 进到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时候呢 他是在受不了 受不了 那么他就分享 他经历里面呢 他说 本来带着爱跟热 满腔的热血 耶稣的爱 爱全世界人 神爱世人 进到他们中间 走了一轮以后呢 那个爱全部不见完了 为什么 因为呢 一进去不久 他的东西即刻就被偷了 他说 他的家里的东西 能够偷的 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呢 就几乎偷到完 那么赛的衣服呢 回来说 没有搬件在那边的 那么是 他们是 偷吃他们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的也是我的 所以他们要很小心 守着他们衣服 要守得很紧 不过呢 还是被偷 而且偷吃之后呢 这些人偷了回来以后 他们回来看诊 因为要看病 还穿着他的衣服 回来看病 还不要紧 受不了 他们因为还没有用过 很多 这个讯钥师家里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什么扣针 这个什么 尿片 什么 他们也拿来做 而且呢 他们呢 把其中一个 那个夹 夹衣服的 还有夹那个孩子 尿片的那个夹 不是扣针 那种夹的 他们竟然看诊的时候呢 挂着耳边 当做自己的 来看 因为他们不会用 觉得说很美 就挂在那里 他受不了 有一天他更受不了 什么 那个医生的听筒 也要偷掉了 来 他觉得 这个很美丽 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他曾经一度 很生气 他说 主啊 你把我带到这里 我不要 这片土地上 他想要种黄梨 所以 不简单 那么到了 那个收割的时候呢 他说 差不多了 他很高兴 这一次呢 终于看到有一种东西 会活 叫做黄梨 而且花了很多心学 能够种这个黄梨 但是呢 轻轻的 还没有到 够时间收割呢 他再看的时候 全部不见完了 哇 他好生气 你其他偷掉不要紧 我这个心血在那边 我还想有一点成就感 也没了 给你偷到清光 很生气 后来给他抓到了 原来他出钱 给那个帮忙 他种的人呢 就是那个人 给他偷两的 所以那边给别人 所以他很生气 找他回来 后来啊 那个人跟他说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给钱是一回事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谁种的 还你就是谁的 哎呀 他就受不了 所以他很恨这个 从爱转成恨跟苦毒 但是呢 有一次回国 数字的时候呢 上帝呢 就让他重新 被神灵关照 他悔改过来 他悔改过来 他知道呢 我是去爱这个民族 而不是去恨这个民族 我是救这个民族 不是呢 让他们灭亡 那么他就 心中再重新调整 对神的认识 很重要 我要开始讲 真正的主题了 对神的认识 他就回到那个八纽之后呢 第二轮回去 第二期回去 做炫耀事的时候呢 这次他又重还离 又再重还离 那毫不简单 算是偷了 这次又重 不过这次呢 他的心态完全改变了 欢欢喜喜的 没有恨的重还离 然后呢 他就把这块地 奉献给神 主啊 这块地 我奉献给你了 然后呢 主啊 种在里面的还离呢 现在也不是我的还离了 是你的还离 然后呢 他对主说 主啊 既然这个还离是你的 如果他们偷掉你的还离 偷掉还离都不是我的 是偷你的 不是偷我的 是偷你的 所以跟我没有关系 你自己看 他就改变了他的神学观 以前呢 他发现了他太在乎过 他在乎他的还离 过于他要接触的这些民族 他爱还离 多过爱那里的民族 所以他今天呢 就把这个很释怀的 重新 从另外的神学角度 去看神 看还离 他说神啊 这还离不是我的 是你的 如果不见了 就是你的 那么 因为即便是不见 是你的 我也没有困难 对吗 我也不会生气 因为不是我的还离被偷吗 是你的还离被偷吗 所以他改变了 他的神学观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村呢 不久呢 整整一个月 打猎 打不到任何一只动物 打鱼 没有帮我捕捉任何一条的鱼 没有一个妇人 有 能够怀孕 什么农作物呢 都没有收成 结果那个村里面就害怕 紧张起来 我们得罪了什么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神明拿出来拜 拜到整个月都没有果效 而且并也临到这个村 他们很害怕 所有神都请教过了 巫师啊 什么都做过了 没有办法 后来想来想去 大概只剩下一个神 就是这个宣教师的神 还没有去请教过 所以呢 他就去找这个宣教师 他说 你的神啊 我们这大地所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跟你这位神有关系 那么这个宣教师说 那我又不知道 我不懂 我不懂 然后他就问 那么 那么 你想一想 最近你有做了什么 宣教师想来想去说 哦 我想来想去 我最近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回来说 我就把这块地 我就祷告说 主啊 我把这个地交给你 我只做这件事情 哦 就是这个得罪了 得罪了 得罪了 他是怎么说得罪呢 因为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 就把这个神给你的神 这个地给你的神 你一定要问我们以后 才给你的神 哎呀 你就这样给你的神 你跟他讨回来 这个宣教师说 不能了 我已经交给他了 就交给他了 我不能拿回来的 他们就 就头痛了 因为呢 这块地已经给了 宣教师的神 然后呢 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你的神 在黑暗里面 会看得到东西的吗 他问这个问题 哦 大哥宣教师 我的神 百天晚上都看得到人的 是吗 你们相信我们的神 应该一样吧 我们 我们跟着先 我们的神 是百天看得到人 晚上也是看得到人 哦 这个他们就紧张了 因为他们的神 晚上看不到人的 他说 你的神 晚上看得到人 这个他们紧张了 因为他们偷东西 都是在晚上偷的 他说糟糕 我们知道 我们是什么地方 得罪了 得罪了 我们村民 得罪了你的神 然后 那群村民就回家了 第二天 这个群人醒过来说呢 家里都是衣服 什么东西都回来了 偷的东西 全部回到那 哇 宣教师呢 吓到 因为他们知道呢 原来这位神 是晚上也会看见的人 改变了 那个观念 然后呢 环犁就熟了 没有一个人才 吃到那个宣教师 要吐了 那个宣教 那个环犁 还有道具去送 送到他们也不敢吃 因为他们偷过 结果他弄很多果酱 然后有一天 他们呢 终于也要信耶稣了 他就跟宣教师想 现在 我们要做基督徒了 那个宣教师奇怪 怎么做现在 才要做基督徒 因为我以前听你说 基督徒基督徒 我看不出你是基督徒 现在呢 我看你 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五六年下来 那个宣教师的脸 是很生气的脸 看到他们呢 眼睛就是会发亮的 受不了 他们一看 基督徒 这个样子 做基督徒 我才不要做 上帝改变了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金钱 不是包装 来利用上帝 而是让上帝 控制我们 来看一切万物 亲爱的妹妹 你手中的东西 让我们重新再思考一下 任何你手中所做的 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说 主啊 这是你的 我是管家 我没有拥有钱 如果失去的话 我也信任能够接受 如果你要给我的话 一切由你来掌控 交给我 你的生命 这样是一个 很释怀的生命 更新建造 看到没有 好 这是第一点 我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被这个世界的思想 弄坏了我们这个脑袋了 我们不懂得 这样来看上帝 我们华人尤其呢 相信上帝 是想掌控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一起左右 神要怎么样 给我怎么样的生活 而我们没有办法 能把自己放开 我们很生气 生命里面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发现 做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 很容易发怒的人 亲爱的弟兄妹们 你不懂得放手 你的上帝观 还带改进 这么简单一个思想 我想呢 也就是 我们的处境里面 低凡被扭曲 低凡呢 被思想 被错误的上帝观 影响我们 第二呢 就是价值观的误导 我们在什么大环境里面呢 其实 我们遇到 很多 从 这个社会 种种的学说呢 影响我们 那么变成呢 我们也是 被 虽然 也是一种的 思维 思考 不是人 但是呢 整个的体系呢 就代表的 思想 在误导 扭曲我们 那错误的价值观呢 可以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会爱这个世界 就是错误的价值观 那最近呢 我在 上海讲道 上海 就 我问那个 上海的牧师 我说 我要来你这边讲道 请你 告诉我 你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他就跟我分享说 上海呢 其实弟兄姊妹们 现在很难爱主 那么因为呢 这个上海太反应了 所以物质化 所以上海的价值观 引起的角力 成为了他们的 很困难爱主 所以因此呢 礼拜天 他们也说 很难来工作 甚至 怕输在起跑点呢 每一个人都要 都要 在一个社会的压力情况底下呢 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 很多呢 礼拜天呢 有补习啊 有画画啊 学艺啊 怕输给别人 总要 自己孩子 别人有什么 自己又有什么 所以呢 在一个高度的 发展的上海里面 而且因为 物质很贵 他们也做很多份的工作 使自己能够活成 像一个上海的 上海人 那么这就成为了 上海能够成为基督徒呢 同样是一个上海 上海的基督徒 相当大的挑战 所以他把这样的背景告诉我 然后请我呢 去预备一篇 讲信息给他们听 那我讲了很久 上帝祷告 我祷告上帝以后呢 上帝就给我这段经文 那我就简单讲一点点 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是肉体的情依 眼目的情依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里有两个爱 一个是爱世界 一个是爱神 今天这个道理 我们很容易明白 但是实践里面呢 我们并不如 就跟圣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还是比较爱世界 因为呢 还是钱比较实际一点 物质比较实际一点 爱神是很抽象的 很困难 亲者妹们 这就是世界在领导我们 它是一个可恶的世界 它是一个可恶的领袖 它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 祭司 长老 文士 他们在影响扭曲了我们 我们要提防 我们要提防 我们知道 我们活着的价值观 我们不是为着世界而活 我们不要爱世界 如果你爱世界的话呢 爱父的心不在你里 千万 你就知道呢 差不多有三分二的马来西亚 可以住在上海 一个大城市 上海是超级的城市 物质化 夸张的繁荣化 但是 这就是上海 我们跑向物质化 繁荣化 跟这个物质化 美里其实也朝着这个方向的 我们会失去 我们应该知道的价值观 圣经里面 就提了一句话 后面说 现在露起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和精深的骄傲 我特别提这个精深的骄傲 今天当我们 夸张的世俗化 物质化 繁荣化 努力就要追求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的思维 被什么东西控制呢 其实说来说去呢 就是骄傲 骄傲 你目的是什么 其实最后说呢 说穿了一个还原 你在炫耀自己 你说没有 没有 谁说没有 对不对 当你的孩子 很有成就的时候 你的感觉如何 没有了 没有了 随便了 我只是给他 多几个补息 没有了 没有了 你错在一个 谎言里面 魔鬼最成功的 剥掉你的思想 就是 让你觉得很爽 但是是假的 那是假的选耀 其实人没有那么伟大 人也不需要那么伟大 我们可以获得 比较新兰一点 我们可以不需要 那样的比较 我们不用假书 但是不代表 不用功 但是不是用那种态度 你被骗了 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可以放去 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东西 将来要选耀的 就是永恒的骄傲 今天你只有 今生的骄傲 你拥有了一切之后 你能够告诉什么 请问能够拿进棺材吗 不能的 只有一样东西 为永恒而做的 我们只选要这一生 忘记了永恒 但是我们少一点 在世上的生活的追求 过日子 生活好 能够有努力 长进就好 但是我们永生 不可以放去 属灵事情不可以放去 爱主不能放去 我跟Nebeli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说 上帝不是拿来选择的 上帝是拿来承认的 上帝是拿来接受的 不是拿来选择 上帝不能够拿来选择 如果上帝拿来选择的话 那你生命里面 将是毁灭性的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一切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什么是你真正的价值观 但是在过度的繁荣 贪爱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俗化里面 我们源于走进 我们人生 很容易诱惑我们的 今生这一辈子的骄傲 不要骗别人 也不要骗自己好不好 活得像你自己 应该活着的 这才是建造 重新建造 我们被扭曲的思想 所以孩子 什么是优先 看我们的表现 不太重视主日 已经告诉他们 下一代是没有希望的了 因为你的价值观 被扭曲了 你先求的不是 神的国和他的义 因为你不觉得 神的国神的义 那个价值是远超过 繁荣 世俗化 跟一切的物质化 你追求的是什么 你追求的 将来在世上的时候 哪一样东西 是可以留下来的 没有般样 除了为上帝所做的 当然那篇讲得很长 我今天是讲一点 好 价值观 扭曲 我们要重新调整 因为这世界 是一个很坏的牧人 他把扭曲的思想 带进我们生命里面 第三就是假先知 假先知呢 我们知道 末后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会信起来 那么他们呢 就会诱惑我们 那么这里头呢 最大的诱惑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太过讲理论 我们要一些很实际的 很刺激的经验呢 我们去感受信仰 所以我们就朝向来 找一种有经验性 强烈经验性的信仰 那么虽然经验也是宝贵 但是呢 这也是魔鬼 另外一个谎言 那么这个是 圣经里面所说的 一起来念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处于神的不适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我们凡灵 我们不要都相信 这里所提的灵呢 让人感觉的那种灵 那么所以我们必须呢 要去试验 那么其他试验的时候呢 它必须是属于一种理性 以及呢 真理的一种的辨别 那么所以因此呢 我们感觉今天 能倾向一个走向经验性的信仰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教会里边呢 这位上帝 我们来这里 这个群众呢 他里面的 这个 一些的行为 是不是浪的一种 可慕来到教会 我们希望呢 我 我来到这里呢 我们 我的生意就会转好 我来这里 我的病就会好 还有呢 最好呢 来到这里呢 全身会发烧 那么有电 从上到下 这种呢 就是很灵验 还有偷偷的 如果祷告了以后 还会中万支票 这样最好了 各位 我不是说灵验不好 我们也常常在我生命里面 去经历神的作为 但是一个信仰 如果一直在 很强调神迹 很强调灵验的时候呢 小心 因为灵验不是真理 如果教练 请你不要找基督教 去找那些跳筒 那些鬼魔 我告诉你 更灵 种万支票 种更多 你不要来到基督教 这里找 真理不是 灵验不是真理 真理有灵验 但是灵验不是 这个真理 所以不要跑 灵与不灵的路线 应该用真理 作为辨别 这个教会有没有真理 真理有了 我们在真理里面 去体会上帝的作为 这才是健康的 不要被假真知欺骗了 扭曲了我们 那么 出卖了我们自己的信仰 应有的生活 这是第三个 今天 我只能够长话短说 跟大家分享 圣经提醒我们 假先知的误导 最近还有很多假真知 来到美里了 你有没有看到 在红利灯那边 哪一块 那个什么 Pre-English tuition 有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就是假先知的教会 因为那个是摩门教 摩门教里面也讲耶稣 但是我们小心 那么去学什么英文 等一下你学到连灵魂都受伤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个扭曲的世界 常常在我们单纯的心里面 诱惑了我们 离开了这个正道 那我很快就下去 第三样事情 其实也就是第二样 反过来 那些都很消极 我们要积极的 我们定睛看主耶稣 那么定睛看主耶稣 首先我们感谢主 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 神是恩宠的主 那么圣经有两件事情 这里提到 神是恩宠的神 我们一起来念 于是我牧养这江载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难的羊 我拿着两根杖 一根我称为荣美 一根我称为连缩 这样我牧养了羊群 这里基本就把荣美 称为恩宠 上帝其实我们感谢神 虽然我们的处境这么糟糕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荣美的神 因为是beauty 是美好的神 美好这个字很丰富 也代表了神特别的偏爱我们 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神 不单是黑暗中也都看见了神 我们认识的神 也是一位偏爱我们的神 那么圣经没有用偏爱 因为偏爱有一点比较贬义 所以圣经用恩宠 不过宠太过头也是不好 所以神其实很爱我们 这一点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亲爱的弟子妹们 你没有想过 我们是神的儿女 其实神真的很特别的爱我们的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 不过圣经告诉我们 他确实很疼爱我们 简单说一个例子 全世界有33%的人是基督徒 暂且不说他们里面 有一些是糊里糊涂 我们总挂来说 包括圣诞节有来的 才来的 包括表格上面 只填表格上基督徒面 来做礼拜的 33% 但是宣教学家说 世界上33%的基督徒 拥有世界上62%的资源 上帝很吃福基督徒 对吗 所以祂有没有宠爱我们 有很宠爱我们 所以我们感谢神 虽然我们在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面 扭曲的价值观 扭曲的神学观 扭曲的整个信仰观 我们感谢神 神祂偏爱我们 祂还是卷选我们 祂继续地与我们同在 所以有一位这样的神 就是在最大的困难里面 我们知道祂陪我们走过 从我们个人是如此 我们看见以色列一样 以色列虽然都是让上帝失望 但是神还是让他回国 有没有没有 神还重新建立 然后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条件很糟糕 但今天以色列成为全世界最繁荣的一个国家 我们看见神还是偏爱祂的儿女 虽然有重重的困难 最终的经级里面 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同在 宠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看见耶稣可以为着我们来牺牲自己 今天我们要守圣餐 我们知道代表神真的很偏爱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真的让上帝很失望 我们还以为祂暗中看不到我们乱来 但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撇去我们 我们虽然随便生气 神也没有放弃我们 神让我们等候我们 帮助我们 祂说祂甚至为我们的缘故 三十块钱就被人出卖掉了 祂何必来这个世界上 被三十块卖掉 但是甘心来的就是三十块 三十块的在俱乐圣经里面 是一个奴隶 如果不小心给那个牛插死的话 在那个牧牛的时候 那么主人就要赔 主人就要赔 赔多少钱呢 就用三十块钱还给那个牛的主人 因为牛主人把那个奴隶插死了 所以肚死了 那么就要给他三十块钱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很贱 一个人才卖三十块钱 请问你卖到好快啊 耶稣三十块就卖掉了 很贱 意思是一个努力都不如 耶稣为主我们 接受了不平等的对待 今天耶稣给我们留下板样 你在你的处境里面 你总是感觉呢 为什么上天对不起我 为什么我有如此的遭遇 我很被不公平对待 主耶稣三十块钱被出卖 难道被公平对待吗 就是这位主 祂疼我们 陪我们一起走过 我们人生里面 竟然可能有时候不会改变的处境 但心中我们却有这位神 我们能够祂定的走下去 第二 联合的主 联合的主 我们堂会是叫联堂 联合堂会 感谢主找到这个名字了 在圣经里面 神第二个祝福呢 这位神呢 是联合的主一起来念 于是我牧养这江窄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 我拿着两根杖 一根我称为荣美 一根我称为连锁 这样我牧养了羊群 新一本呢 就把它翻译成联合 我们感谢神 神不但偏爱我们 宠爱我们 神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那么把我们换在一个团结的生活里面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弟兄姊妹们 我们团结是不容易的 大祭司耶稣祷告的时候呢 花了很大的篇幅 为着他的儿女们 能够团结来祷告 所以我们团结不是必然的 神把我们换在一起 成为弟兄姐妹 虽然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很不一样 我们也很不喜欢对方 但神把我们换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牧养 因为我们不能够一个人做儿女 我们不能一个人的那么生活 这就是在属灵上能够更新的 我们必须在神建筑的爱窝里面 就是神团结我们联合的里面 联合堂会里面 我们生命的被遭救 我们感谢神 神是这样的一位主 祂也为我们这方面来努力 最后呢 祂也是管教的主 当时候以色列呢 我们知道离开了上帝 神就管教以色列 那么那些没有罪恶的百姓 他们难道也被管教吗 亲爱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有时候 一定是我们错 当然我们错的话呢 神也会管教我们 但与此同时我告诉大家 有时候你也没有错 不过神在管教整个 以色列民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被连累到的 而在这些连累的时候呢 我们心里面能够平衡 因为神所爱的 神会管教 而管教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呢 是挽回我们人类 还是在祂的爱里面 因此我们知道今天 我们要学习两个重点 一个呢 让我们立足在我们 这位爱我们 偏爱我们 联系我们 那么管教我们的上帝里面 然后我们提防 然后这个被误导 然后不断地 达到我们今年 以及以后 继续有的主题 更新与建造 让神帮助我们 我们来採索诗歌 来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 我们不好 但是感谢主 主啊 你实在太好了 我不好 我以为你暗中 你不会看到我 今天早上我知道 原来你会看得见的 主 我感谢你 因为这样 我的生命呢 在你面前 找到了主 我应该有的 在你面前的信仰生活 为何对我这么好 我们来採索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 这样就是诗歌 走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来敬拜 来预备首主参 一朗本去 那边的小天涯 找不到一份爱 像耶稣 他不为我心 他怀抱我你 这不后你 就为我爱情 爱到三色 爱到为我好心 爱到提前 我一切欢乐 若是无法 但爱心守候 永不停心 我愿会安息 你还对我这么好 虽然我好 先听我的遇到 我在你今今生 我还在三心 便宜 你都这么好 虽然不陪他 爱我 吞吞承包 起山高 海深 祝你 你都这么好 这时候我们请 乐器继续为我们弹奏 我们再一次的 在对神说 神啊 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今天早上 我们对神说 我离开你太遥远了 求你再次的 让我回到你的怀抱 让我选择爱你 让我在你面前 不是选择 而是顺服来爱你 这时候大家默默无忌祷告 求神让我们 在他面前 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被他赦免 大家安静为自己祷告 才来守圣城 主啊 曾起何时 我们原来 已经离开你那么遥远 我们已经开始 世俗化 我们开始物质化 我们选择了 世上的价值观 我们把你 对你的认识扭曲了 我们想掌控你过遗嘱 我们让你来掌控 我们的敬虔 变成虚伪 主啊 今天 我们要回到原点 重新 做你自己的好儿女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这样 我们不再欺骗自己 不再欺骗别人 我们能够做一个真正事实 你自己应以复兴 热心的儿女 主啊 弟兄姐妹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 也许有一些罪 我们这时候一时想不起 但都求你自己赦免 让我们只说 因为罪被赦免 我们心中 好感动 好感动的 领受这个圣餐 因为悲和饼 象征了主 你对我们那么好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请坐 我们请向主圣餐的 到前面来 好感动的 我的祝福 我的祝福